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速写就是快速的写生方式 把物体的形状 透视和比例快速的画出来 可以使用不同的起稿媒介 例如铅笔 钢笔 毛笔 只要能画出线条的就OK 尽量不使用交叉 防止指正表面被破坏 画不准又不可以插的话怎么办 就说我在练习画四方形而已 线条完成后 使用透明水彩之前 先上一层水 决定气氛颜色之后 才开始上一层底色 在这里我会配合使用大小笔刷 进行渲染的过程 慢慢地把光线的黄色铺上 在这里我们使用大洋毛刷 因为它的含水量多 可以大色快地处理背景 小支的则是尼龙笔 这种笔的弹性好 很适合处理细节 底色完成后 碰水分还没完全干 使用湿中湿的技巧 把第二层的灰蓝色填上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的是水分控制 不能把颜色涂得太浅 或散得太多 颜色不时还可以有变化 不同形状色块 就直接用这支尼龙笔画出来 在这个步骤我们可以趁水分还没干 继续使用湿中湿的效果 韧性的渲染 如果太韧性的话 可以及时使用纸巾 把部分颜色吸起来 在右边的部分 开始加入阴影的色块 那因为背光的关系 这一边都会上点普色 加强左右两边对比的效果 有很多细节都可以使用 不同的笔刷画出来 毛笔可以吸取比较多的颜色 图的部分可以多一点 尼龙笔继续负责细节 直接画出来 那因为颜色要有协调性 所以左右两边都用相同的蓝色调 把细节一点一点的画出来 如果这个时候看到水彩 已经散到太灿烂的话 就说这是艺术门 感觉有人要关灯了 冲灯 颜色干了之后 就可以进行重叠技法 就算用回同一个颜色 重叠的话也会变深 再重叠的当儿 也可以继续第二层试中试的技巧 只是不要来回涂太多次 不然颜色会变得浑浊 比较深层次的颜色 也可以在这一层表现出来 那好多同学会问 多少层会比较好呢 这个概念就好像使用同一个颜色 覆盖三层 颜色就已经很饱足了 超过三层的话颜色会很浑浊 所以整张画尽量维持在三层里面完成 现在把左边的建筑物加深 直接把窗口阴影的部分加出来 在这个时候我总是在想 如果这世上没有窗口 那会有多美好啊 你们看到的每一个窗口 是直接用水彩笔画出来的 而且画得很端正 很整齐对吗 怎么样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这个时候我是不会秀圆图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已经画错了 喂喂喂喂 又来了 要打我这么容易咩 其实背景是可以简化处理的 像比较大的色块 用同一个色调 直接一起处理出来 留白的部分就直接变成高光 看着潇洒的笔触 尽情的画错也没有人会发现的 哈哈哈哈 每次都要被打一下才会乖乖的继续做画 继续使用重叠画法 三层后就差不多完成了 这个时候还可以看到铅笔线条 那交叉插还插得掉吗 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水彩已经把铅笔线覆盖了 用力插的话纸张会破损 线稿其实也可以成为成品的一部分 稍微清洗灯源的高光 就差不多完成了 最后使用阿克力的白色 稍微点一下光源 签名后就完成啦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like和subscribe 和按上小铃铛哦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